乱数排序器 基本上大概就是 第一个让使用者可以输入 输入几个N个数值之后 按Enter 然后自动跑出什么 他要的这些数字 但是必须要 由小到大递增 所以需求大概是这三个 那当然你可以把那个逻辑先建构起来 那也许我们第一步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先新增一个Class 那我这边Class名称的话 也许是JVD103好了 OK 那我习惯是会有很多个版本 因为你可以不断改 也许第一个版本是 不管它的也是否重复 那第二个版本 也许你可以再去 把它产生的 就是那个 它那个数字 Check一下 有没有重复 如果重复 你就重新再产生 那题目里面 如果没有讲到 你也许就不需要去这样做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写作的方法的话 这个这行可以不用 因为我这行本来是有写 是否判断是否错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引用了两个Class 一个Class的Scan 这个应该不陌生 可是这个上面这个arrays 这个可能比较陌生一些些 那主要我是去查一下 这个Java里面的Util里面 有这个arrays 这个类别 它可以帮助我去做排序 OK 所以我主要引用它 最重要是利用它 帮我去做排序 所以它里面有个方法 叫做Sort Sort这个方法 可以帮我排序 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逻辑是这样 它要我们产生的第一个 是个Scanner 应该不陌生 所以你就引用 那你可以打一个 Import Java.Util.Scanner 那里面的话呢 就会有这两行程式 这两行程式中间 加一个那个 Print Print System.out 就PrintLine 就是会可以给它一个 什么 请输入要产生的数字个数 那再来的话 你可以怎么办 去读取到 那怎么读取呢 我们可以用那个Scan NextLine NextLine 就是去把它 你按Enter这个动作 之前的那个东西 假设输入16好了 它会读到哪里呢 读到 特别注意 传过来的东西 必须要做个转型 因为我今天需要的 正列里面的 那个里面的 应该是会需要一个Int 所以我把它转型 丢过来的东西 也许它是一个自创 我经过转型 成为一个Size 那我就知道说 它丢过来本来是16 也许过来的是这样子 有前后双引号 那转型之后的话 变成16 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Size里面 那再来的话 就是建立什么 这个地方就是建立 我要的那个正列空间 正列空间的话呢 一样 就是Int N 中瓜胡 放这边好了 放这边比较统一 OK 就是Int 的一个正列 那名称叫N OK 特别注意 所以N看起来 跟一般变数没什么两样 但是因为它前面有个中瓜胡 表示它是个正列 也就是它是 这个感觉有点像是 那个一个房子 有没有隔间 有隔间的话 就隔成好几间 隔成几间呢 就根据后面这个 New后面这个Size决定 OK 所以 那因为进来的话呢 它假设是16 那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把它区割成16 那它的数字一定是 它的Index 所以一定是0到15 刚刚有同学问说 那我老师 我可不可以干脆把它 直接变成什么 这个干脆加1之后放进来 变成17好了 那17的话 不就0到16 对不对 那0不要用嘛 1到16可以啦 那以后的话 你就不用再怎么减1 加1干嘛 因为 其实很容易以后 你会头痛的地方是 将人家应用的时候 常常你忘了加1 或者忘了减1 结果就错了 所以 我有时候会偷懒 避免那个 以后要 转来转去 干脆怎么样 就从1开始算了 反正以后我一看就知道 我放了空间 反正就一定不会 需要再什么减1加1之类的 因为你可以发现后面 需要再减1加1 就是因为这个正列的空间问题 OK 那再来 假设我们今天 用预设的 16进来之后 那我就有16个空间 让它存放 但是我现在里面 还没放东西 有点像是你把房子隔间 一间一间的套房 这个时候要去找那个房客 房客的话 不过房客就来了 那来的话怎么样 反正来一个再塞一个 来一个再塞一个 OK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从一样int i等于零开始 初子词零开始 那刚刚如果说 你希望从1开始 如果你是1到16 那就简单了 i就不用从零开始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 是从零开始 我们就从零 那当什么时候 会进入回圈 当i小于size 小于size 特别注意哦 什么时候会进入呢 就是当它是 这个是16嘛 那也就是说 0到15都会小于 当它等于16的时候呢 才就跳离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意思 所以是小于size 当然如果将来 你从1开始的话 那你这边就要多一个等于 OK 因为就是1到16的话 那就是刚好16 也要进到回圈 所以这个是条件 那i++ 我想这个应该不陌生吧 大家对这个 写这种 4回圈 应该已经慢慢熟练了 以后 OK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 我们乱数产生 1到999 这个应该不陌生 因为前面那个 我们乐透彩里面 也用到过 记得这个刮斧 因为之前好像 那个猜拳的时候 忘了加刮斧 结果一直都 好像是石头剪刀 一直都出石头 所以一直 所以记得要刮斧 它才会先处理 不然它会先处理 一转型 再给它乘 一转成整数 没有小数里面的0 0乘上后面999 怎么乘都是0 所以特别注意 先记得外面这个 要加这个刮斧 刮斧之后 乘了之后 那就会产生的是 0到 998.999 因为最大不会 不会是1 趋近于1 是0.999 所以 再把它加1之后 OK 就是1到999 所以这边 先强制转型 转型完之后 它就是0到998 再加1 刚好就1到999 OK 那就把这个值 丢到这个阵列里面 的第几个 这个I的话 指的是第几个 那因为我们从0开始 所以它会先丢到 第0个 第1 第2 一直往下 它就会丢 0到15的位置 丢完之后的话 它并没有排序 这个是产生乱数 应该可以理解 这个前面写的蛮多的 再来的话 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 array sort array s.sort OK 然后呢 直接 就把那个阵列 丢进去给它 特别注意 array的使用方法 它里面有提到 它不需要new 它直接就可以拿来用了 array 所以这个地方 你要小心一下 因为理论上 是要new 有没有 new的array 可是里面也有讲 它不需要new 它也是把它当成 一个形态来用 就是已经预设了一个 参考的资料形态 所以这个arrays 记得 不需要new OK 这个也不需要new 所以 那里面的话 一个点sort 你就把这个sort 给叫出来 基本上如果你 加上array之后的话 把它点下去 它会自动跳出 它所有的方法 这边都有 其中有一个是sort 所以你把那个sort 打上去 那sort之后 你会发现 它列出一大堆 你要哪一种sort 而且会告诉你说 这边都有了 里面还写了一堆 什么排序法 什么之类的 反正你就看重点就好了 如果你在使用它 那记得就刮糊 排序 那你告诉它 你要排什么 那因为我的阵列是n 所以你就把n放进来 它就帮你排完序 所以你会发现 原来排序是这么简单的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 用array.sort 可以排序的话 你要自己去写一个 那个演算法 什么什么气泡排序法 什么一堆排序法的话 哇 那你可能要写到昏倒了 那但是如果有这个 一行就搞定了 所以有些说 为什么程式可以变得很简洁 就是说 人家已经有写好的 你可以引用进来 一个动作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没有 你就自己要写了 这前提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怎么样 把排完序的结果再输出 所以这个地方排完序之后 有没有 再输出 那输出的话 一样是从0 一直到 所以上面你会发现 几乎一模一样 是不是可以再简化 好像也不行 因为不能说 所以这个地方是先产生 再排完序 再输出 OK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地方 我中间加一个tab 那输出的话就一个一个输出 一个个输出 OK 所以我这边执行一下 假设输出个数是16个 Enter一下 它就输出了 而且 应该都会由小排到大 但是这边你会发现 这边就重复了 有没有 所以呢 如果你要再处理那个 重复的问题 跟上个范例差不多了 所以你要记得怎么样 再加在哪里呢 加在这里 有没有 所以这边你可以把它改成A 先不要丢给它 先丢给那个A 还记得吧 我们才写过而已 所以写哪一个 我也忘记 这个我写好几种 都坏 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这个东西加进去 那可以怎么样 先 其实就是把这一段 结构大概就是说 我们多了丢过来的这个东西 先不要 原来是 这个东西是放在这里的 那我只是说 先丢给这个A 处理完之后 确定没问题 再丢过来 中间这一段 其实可以直接 直接扣过去改 所以如果你写过的东西 那你要知道说 写过的 重复在使用 那重复在使用 也许你也可以写成一个 类别方法 你也可以写成一个类别 但是 那个都 怎么讲 没有这个块 因为你要把它写成一个 类别方法 那要再架构 但是直接扣过 但是你要怎么把这个拿来用呢 你就想一下 OK 所以等一下的话 也许延伸体 就是如何把什么呢 之前的那个 重复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 这个应该是可以这样 把这一段 Ctrl C 然后前面头 丢给一个A 后面再丢给 你要的这个位置 OK 好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分成大概三个 三个步骤 一个是 就是输出 这个数字个数 一个是产生乱数 排序一下再输出 OK 那这里的话 顺便讲一下 因为之前刚好有同学问到 那个有关正列部分 那因为刚好我们也交到 那个有关正列的部分 这个正列的话 在那个讲义里面 讲义里面的那个 第六章吧 这个地方的第六章 第六章里面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正列 正列的部分的话 那我们也顺便 把那个正列里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 这个是正列的相关的 一维 二维 有没有一维 然后我们后面还会有 翻译是二维 像之前有讲过 那有同学是问到 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是 逐一的走访 一维正列 走访就是一个 一个一个的丢出去 对不对 一个个丢出去 但是如果你希望用什么 for each的方式 而不是用这种方式 这个是从零到小于 它的那个总长度 然后逐一的往下 但是有同学问到说 老师那如果我要用什么 for each的方式 for each的方式写 这个在一般的 很多的语言里面都有 它的for each 其实结果跟上面 是一模一样的 那里面的话 结果一定是for 那里面的话 不用三个东西 只需要一个东西 就可以了 就是你先宣告一个什么 宣告你要接的 一个变数 那后面的话 是加一个什么 中间加一个冒号 后面加的是那个正列 那这个所谓的for each 就是说 它会逐一的帮你把 这个正列里面的东西 一个 一个的丢给 这个前面的这个变数 那你可以针对这个变数呢 去做处理之后 再换下一个 如果换下一个 它就会换下一个 那基本上也是 0 1 2 3 一直往下 OK 所以是for each的写法 那这个写法的话 里面有大概几个重点 中间一定要用那个冒号 然后后面是这个正列 集合物件或正列 可以依序的 依序 特别是最好 从0开始取得每一个元素 丢给指定的这个变数 直到元素没有为止 那假如说 我们顺便讲一下 因为同学之前有问到 for each的写法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这边的东西 改写成什么 for each的写法的话 我跟各位讲一下 这边的话 第一个 我把这边复制一下 比较一下 所以以后如果你看到 别人有用for each的方式写的话 你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边的话 我先把它稍微当注解 上面这边的话 这几行 把它注解 这个当注解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for each的话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 我们就也是一样 增加一个i的变数 然后冒号 冒号后面的话 第二个就是给一个n 因为我要把n里面的东西 一个一个的丢给i 由i帮我输出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 第一个 一个一个的丢 第二个它丢给了这个i 对不对 如果你要输出的话 你就直接把n i 不要用这个方式 直接输出一个i就可以了 因为它是先帮我把n的阵列里面 第0个先丢过来 它输出 OK 然后换下一个 它再输出 OK 所以上面的写法 是逐一的 下面的写法是for each的 每一个 OK 所以可能要比较一下 两种写法 都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 那你至于哪一种写法 反正就看 个人习惯 如果是正列的话 当然我会比较喜欢用这种写法 为什么因为简单太多了 上面你看 它一二三 这个只要什么 把正列丢到这个 这个再输出 有没有 OK 所以简洁多了 OK 所以以后如果你们遇到 是正列 或者以后的集合 集合物件 集合物件 集合物件的话 比如像什么 Arelix 或者像什么Map 等等的 蛮多的 那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写 那直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它的差异 应该也不大 我看一下 应该基本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反正一样 一样做输出 OK 也是一个 一个慢慢输出 只是说 它是把这个先丢给它 它输出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那主要是在那个 我们第六章里面的 六之二之一 里面的话 就是Foreach的叙述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把那个103的部分 稍微看 那我有把我最后完成的程式 也有放在那个 云端上面的 我写完的东西 一样是放在 云端白板里面 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 证照 证照里面 你们点击进去 最后最右边会有个那个 就是Java的 TQC Java的程式码 打开之后 里面也有参考的答案 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 谢谢 好 谢谢